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題目是有關素養導向跟實驗教育 其實這個題目在另類教育學位上次開開 也是有一個類似的主題叫做我們與素養的距離 也談到實驗教育跟素養導向 我有去分享過這個題目 所以如果你有在那個場合有聽過的話 其實你可以不用參與這個場次 不過你如果有跟這個思考 希望可以給我們一些貢獻 或者參與共同討論的話 要是很歡迎 就把我的部分當成是一個引研就好 我們的108課綱在建構的時候 這些先進門思考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現代教育很難以回遞的問題 就是學生學什麼才會一輩子有用 這個也是我們大學裡面一樣 在通識教育等等的思考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學生學什麼才會對他一輩子有用 因為現代社會的知識率變太快速了 那學什麼對他一輩子才有用 這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深刻的經驗 各位知道嗎 我在大學時代才開始接觸那個電腦 那時候我們全正道才有一台電腦 最後一台電腦 然後那台電腦差不多有這個教室這麼半個大 差不多有半個教室這麼大 叫主機嘛 然後連出去十幾台中端機 那是我大學時代才能接觸的電腦 然後研究所時代我學了很多寫程式 學什麼forechain basic 到美國去留學的時候也是 就學了很多的程式 然後包括各種統計分析的套裝程式等等 所以我回政大的時候 一開始前五年還有教統計分析裡面的程式設計 我還教過程式設計 然後五年之後 所有這些知識完全沒有用 我那些課全部停開 因為所有那些程式員 後來就完全不再用 你知道 新的版本不斷的出改 不斷的淘汰 所以我學的那些完全沒有用 當時我在學那些的時候 我覺得它非常有用 因為你只要會那個程式寫作 你一放進電腦 它立刻操作出一些你要的結果 然後就覺得學那些非常的具體 非常的有效用 但是那個效用就是非常的短暫 非常的短暫 然後快速過期 所以這個問題對我來講 確實是滿有健身的那種感受 那麼最近這幾年 AI非常的風行 所以讓大家就更深刻去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我也一直在想 就是說 一樣我們現在作為老師的角色 我們就會想說 教給學生什麼樣的能力 或什麼樣的素養 才會對它是一輩子有用的 那 這個 為了這件事情 我還去買了一本書來 深刻地可以 叫人性較量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歡迎一下那本書 我們在談AI跟人 人性有什麼不同 AI跟人性有什麼不同 人性較量 各位知道在AI裡面有一種測試 叫做圖靈測驗嗎 圖靈測驗的話就是類似這樣的情境 比如說各位都是評審 然後這是一個螢幕 然後透過螢幕 你知道遠端有十個人在跟我們對話 然後這十個人當中有五個AI跟五個真人 然後你就一一跟他們對話 然後對話互動完結束之後 你要投票選出哪五個人是AI 哪五個人是真人 這個叫圖靈測試 所以那五個AI 如果經理們投票 大部分人超過半數都認為他是真人的話 他就通過圖靈測驗 反過來講 你要知道擔任那五個真人 也是很辛苦 他要試圖去證明他是一個真人 萬一被投票認為他是AI的話 他的人性就很不足 所以那個作者就是那五個真人當中的一個 他幫了很多年的那個真人 努力來證明他是一個真的人 這叫圖靈測試 很有意思他寫的那個人數 然後我也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面對AI的快速發展 人類企鎖哪些能力 第一個很明顯的就是記憶 所以我們早就知道了 那現在那個電腦或者是雲端 所能機的東西的數量 遠超過我們頭腦的很多倍 然後再來的話 像那個計算能力 那計算能力也是 他現在比我們快速很多倍 其實我們的計算能力 從那個建構數學時代開始 就已經知道人類的計算能力 遠不如那個計算機了 所以更不要談現在 我們現在連超級電腦都已經快要過時了 現在大家又要研發那個叫做量子電腦等等 所以它的計算能力 都是我們的億萬倍以上的速度 所以計算能力其實人類也已經棄手很久了 那再來像邏輯能力的話 有些邏輯能力其實我們也已經棄手很久了 像特別是演藝邏輯或符號邏輯 它幾乎就是計算的一部分 它也是一種計算能力 所以電腦其實還是比我們強很多 可能歸納邏輯就還沒有我們強 也許還有一點優勢存在 就歸納邏輯而已 但邏輯能力我們也已經棄手一大部分 然後像專才的能力 很多專才的能力 我們已經都在棄手了 越專的AI越行 各位想到AI 通常第一個會想到的是AlphaGo 對不對 AlphaGo它確實下危機非常厲害 它可能現在大概是全世界必流的 大概已經很難有人可以再去挑戰它了 但是它就是只會下危機的 它不會做別的事 那你譬如說醫學也有很多AI幫助醫師 它可能有一個AI 它可能很會診斷你眼睛的疾病 所以它只要一看你的眼睛照片的時候 它只要一掃瞄那個照片 大概就可以判斷你有什麼樣的眼疾 但是你要它去治療你的眼疾 或對你的眼疾開刀或者什麼等等 它就沒辦法獨立執行 那甚至要涉及到你的眼睛 跟你整個身體之間的關聯性 跨科的等等 它可能就比較難你執行 那所以它必須要越窄越專 它就越行 而且它行到比你的專科醫師還行 就是說如果你單純給他 譬如我剛講說你那個眼睛的照片 你給他很多張照片 然後幫他去診斷 它的正確率比醫生還高 但是如果你不是那麼專心的一個問題 是比較跨科的、連結的等等 比較不是那麼窄的話 它就比較不行了 所以專採能力越專的AI越學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們108 特別要在強調快能力的原因之一 還有像那個溝通能力 我們已經就是正在喪失 剛剛那些很多次已經喪失了 現在看到這些也正在喪失 就是正在逐步游失 就是我們的優勢 正在逐步游失 像溝通能力 專業9項裡面也有溝通能力 也是很重要的影響 但其實溝通能力 人類也有一些地方 也慢慢被AI所取代 你知道AI現在已經做到很多事情了 溝通能力 包括比如說他能跟你聊天 聊到讓你覺得他很像個真人 然後他會罵人 罵到讓你非常生氣 以為他是個真人 然後他會提供諮商 然後他諮商的方式 加拿伊莉莎 他諮商的方式非常的client center 基本上是Rogers那一套 會讓你感覺這個人非常有同理心 然後非常客觀 然後非常的包容你 你甚至怎麼罵他 他也都不會生氣這樣子 是非常的client center的諮商取向 然後他會翻譯 各位可能很多人都用過了 然後他會當秘書 譬如說像Google秘書 然後他會提供很多客觀被動的反應 這個他蠻行的 這剛剛已經講了 包括諮商什麼 那一些client center那一種 他是很客觀被動的反應 但他有一些他也已經能很主觀 主打分自我 因為這個在寫AI的人 他有另外一個策略就是說 他為了讓你感覺他很像是個真人的時候 他在跟你溝通的時候 萬一他有不理解你的問題啊 他就會開始轉為主動 而不是被動反應 他轉為主動就是他開始問你一個問題 類似這樣 然後開始變成那個AI在主導他提的問題 所以他有時候也會倒過來去主導他的提問 跟那個談話溝通的方向 所以其實他也能被動反應 他也能主導問題 其實這個AI溝通能力也是蠻強的 所以這是人類也正在喪失的一些優勢 然後像那個學習能力 AI其實受訓蠻有耐性的 你如果要訓練他 譬如說去變認那個獨行的pattern 那你可能要為他上千上萬的pattern 因為譬如說你要他變認你 然後才讓你能進家門 或者才讓你能夠開手機 可是各位要知道就是說 因為他變認你不可能只單純一張照片 他要學習變認你的時候 他會透過你很多照片 為什麼 因為他看你的時候有遠有近 然後有左邊有右邊有上面上面 你每次看他不可能是同一個角度 所以他要學習來認識你的時候 他就是要有非常多的不同角度的照片 遠近的照片這樣 然後這樣子去訓練他之後 他最後才能夠變認出你來 但是他這個受訓非常有耐性 所以這是他學習能力一個很重要的優點 很有耐性 然後不會疲勞 有一些甚至還能夠自我辯證成長 辯證成長這件事情讓我滿驚訝的 因為本來我認為這是人類滿大的一個優勢 人類有辯證思考 人類透過同才相互學習可以有辯證思考 但是我現在發現AI 有一些AI也有這種能力 像剛剛提到的那個阿花購 各位知道嗎 阿花購本來在那個歐洲 擊敗歐洲第一圍棋高手的時候 他就再度挑戰韓國的第一高手 他們這兩段的挑戰 有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他剛擊敗歐洲高手的時候 那個有記者去訪問那個韓國的記者 說你覺得你現在面對這個AI 他已經擊敗了歐洲第一高手了 你的勝算有多高 然後那個韓國高手就講說 他說那個歐洲第一高手 大概排名全世界大概第四比五左右 那我的排名大概是全世界第二 所以我覺得我的勝率還是滿高的 他當時做這樣的回應 他是三四個月過去了 然後挑戰賽開始展開了 各位有些人也許有看到他的轉播嗎 看到那個韓國高手幾乎一路敗北 那這三四個月 那個阿花購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他起立進步這麼快 這個有人知道嗎 對 他就是經過了一個叫做自我變身的成長過程 就是他自己跟自己下起 就是那個AI的創作者 他把那個阿花購 Cupy一個阿花購 然後讓兩個阿花購去對答 然後讓贏的 蘇德又淘汰 贏的再Cupy一個阿花購 再讓兩個阿花購再去對答 蘇德又淘汰 贏的再Cupy一個 再讓兩個去對答 他一直讓兩個阿花購這樣自我挑戰 自我對答 然後這靠 所以他那幾個月的時間 就透過那個歷程 他的起立快速的成長 然後一直成長到可以擊敗那個韓國利益高手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讓我還滿驚訝的 因為從這現象看起來 AI已經能自我辯證 去取得他的自我成長 因為這個能力在很多人類身上都不一定看得到 你要能夠自我辯證的時候 其實要有滿多的條件的 譬如說你要有一個開放的心理 你要換位思考 所以你能看得到不同的觀點 然後你才能夠在模擬不同的觀點跟立場 來在你的腦袋當中去進行自我辯證 然後辯證之後你又要有一種面卡卡的立訊 你才能夠有正反 然後才會有核你知道嗎 正反核 正反核這樣 所以你要在你的腦袋中有自我辯證 成長思考 其實還不是很容易 但是AI都已經做得到了 所以我們要加緊培養 我們的下一代的能力其實要滿深刻的 不是在停留在以前的記憶 機械性背誦 應付考試 不是 真的不行 如果是這樣真的是會被AI所取代 然後像創造思考也已經有一點在逐步上市了 正在上市 以前我幫教育部推動創造力教育忠誠計畫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十幾年前 我還是很深深的驕傲 感覺到說創造力是人類的原優勢 因為傳統的AI都做不來 沒辦法創造 傳統的AI各位知道就是說 它是有寫程式的人 遲入它的程式 所以它大概只能夠根據程式去解決問題 那它的智慧基本上就無法超越寫程式的人 因為那個AI本身無法創造 可是現在的AI 這個新一代的這種AI 它已經可以超越這個能力了 因為它使用了很多 包括身作處理 然後包括類神經網路等等各種的 它包括它可以跟環境跟他人互動 然後包括它可以使用平端 幾乎是一個超級的知識世界 所以它有這麼多利用 它這個新一代的AI能力比傳統的AI強很多 那因此它現在已經有某些創作能力 舉例來講 有一個AI叫做下一個林布蘭 不曉得各位我能聽過 林布蘭各位應該認識一下 他是荷蘭的國法 荷蘭最偉大的畫家 他這個生前已留下來的畫作大概有四百多幅 四五百幅左右 那荷蘭人就有一組AI的創造者 他就寫了一組AI叫下一個林布蘭 然後這一組AI 這個AI就是 他把那四五百幅的林布蘭的畫作全部掃描 掃描之後 他抽取林布蘭繪畫風格的DNA 抽取它的DNA出來 它的特徵 它的元素把它抽取出來 抽取出來之後 這個AI它就把這個元素重新組合 組合之後 它再去畫出一組心的畫 然後就用那個叫3D電印把它創作出來 然後創作出來的畫作 基本上這個就有蠻強的創造成分 因為它不是去拿一幅林布蘭畫 然後去模仿它把它創作過來 不是 它只是抽取那個風格 跟裡面的特徵跟元素 它是重組出來的畫作 所以它畫出來是有林布蘭風格的 而且是新的一幅畫 然後你如果交給一般人去辯認的話 他們還辯認不出來 說這個是林布蘭的真話還是假話 一般人都辯認不出來 還要口為林布蘭的專家去辯認 才比較看得出來 所以這個AI已經可以到這個程度 那我覺得它已經能夠透過排列組合來創造 那這個創造難題其實也已經是非常不簡單 因為各位要了解 我們的生命系統可以發展到今天為止 其實就是靠基因的排列組合 我們每一個人都長得跟我們的父母 頗為相像但又不完全像 就是因為我們基因是父母基因的排列組合 那這個下一個林布蘭 它用的這個創造的方式 已經有點類似基因創造的方式了 它就是一個重新的排列組合 然後就可以再創作一個新的作物 所以我覺得它已經有部分創造思考的能力 有創造的能力 然後也許它現在還比較難的是無中生有 但是排列組合的創造 它其實已經有這個創造的能力 所以這個我們也正在逐步上司 然後再來像批判思考能力 各位可能有注意到最近 包括比如說武漢肺炎之後 有大量的假訊息 然後在選舉之前也有大量的假訊息 我們這個社會的假訊息越來越多 因此我們會覺得人們或者我們的孩子 要有判斷假訊息的能力非常重要對不對 這是一種批判思考的能力 但其實各位覺得我們自己 或者我們周遭的人 或者我們的學生 判斷假訊息的能力怎麼樣 其實也真的也是滿懷疑的對不對 然後要怎麼樣加強這個能力 也滿值得我們思考的 然後人類要進行一般思考的時候 會受很多情緒慾望等等的影響 所以我們對真假訊息的判斷 有時候還不如AI 所以有一個教師 各位有沒有講過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教師LINE的社群 他們就覺得說 因為現在假訊息衝刺 所以他們就決定要把那個美玉儀 引進他們LINE社群 美玉儀 你們知道嗎 他是一個香港人所寫的一個AI 他可以就是幫你爭算那個假訊息 那你把他引進你的LINE的時候 他通常不會參與你的對話 那個美玉儀不會參與你的對話 他就是躲在背後而已 可是你如果引用了一則訊息 寫了一則訊息 或連結了一則訊息 是假新聞的話 他會立刻跳出來 然後跟你講說這是一則假訊息 他有那個功用 那有一個老師 他是我一個學生 他就會跟我講到說 他們那個社群的一個很好笑的事 所以他們就是因為這樣子 假訊息的衝刺 所以就把那個美玉儀引進來 然後很長一段時間也都OK 大家也都覺得都同意 然後很關於 那直到選舉前 競爭激烈之後 那就假訊息增加了 然後有發生了一個事件 當中有個事件是這樣 好像是說 那個蘇貞昌到哪裡去寄到 寄到一個 因公訊職的警員 然後說他甩敵 那其實不知道該如何究竟 然後後來就已經證明 就說那是假新聞 因為他那個甩筆的動作 不是在那個雞刀場合 是在另外一個鄉親的場合 然後那個鄉的風俗是丟筆 是代表一個什麼樣的意義等等 他是入境 所以後來有澄清跟證明 那是一個假新聞 反正這事件過去了 回到剛剛那個LINE的社群 所以就有一個人就傳了 裡面有個老師就傳了那個訊息 然後那個美玉儀就跳出來了 就說這是一則假訊息 已經證明是假訊息 然後那個撥訊息的老師就很生氣 他就說 我提議我們社群 把這個美玉儀趕出去 所以我就在想說 其實AI真的比我們客觀 你知道嗎 AI沒有政治立場 然後他反正 他不用管藍綠了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他沒有政治立場 那他也沒有情緒的問題 所以他只管真假 人類反而可能比較會有立場 然後當你的立場很強烈的時候 反正不管你是藍的立場 還是綠的立場 其實都類似 就當你的立場非常強烈的時候 其實你並不想看到真實 人類在你的主觀非常強烈的時候 你並不想看到真相 人類有這樣的缺點 因為你的避望有時候會掩蓋 你知道這項人類的欲望 所以AI反而相對於我們而言 有這樣一個客觀 然後比較中立立場的一個優勢 所以這也是人類正在上市優勢的地方之一 所以各位想想看 我們怎麼樣面對AI的事態 然後我們教育在課程上的思維 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想要回答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那整類要學會什麼能力 才能夠一輩子有用 然後從傳統課程到九年一貫課程到十二年國教課程 就有一種進階式的進展 傳統課程要有知識 你要有知識為基礎才能進行譬如說判斷或者是創造等等 那九年一貫課程就認為就是說知識當中有很多也可能只是瑣碎的知識 如果你的知識學的只是要來應付考試又帶不走 那這樣也沒有什麼用 知識要能夠有所用 要能跟生活結合 要能在工作中運用等等 所以九年一貫課程把它變成能力 變成基本能力 然後到十二年國教的時候又覺得就是說 單單能力贏的不夠 因為能力這個概念比較偏認知 可是人類在做很多事情判斷抉擇跟行動的時候 並不單純直接在你的認知或訊息而已 很多時候還是還有你的態度的影響 你的倫理 你的道德關懷 你的很多行為作用在影響 所以他又加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 所以他就變成素養 素養這個概念 其實在英文裡面能力跟素養是同一個詞 都是confidence 但是在英文的這個詞 它隨著時代的變化 但內涵確實有變化 只是它的詞沒有變化 那我們中文因為能力 沒辦法去表達competency後期的含義 所以才把它改翻譯成為素養 這個我有寫過一篇歷史演變的一個分析 簡單來講 知識怎麼變能力呢 知識怎麼變能力呢 至少要經過兩種的處理 一種是叫高層次思考 另外一種叫深度處理 所以知識經過高層次思考跟深度處理之後 才有可能變成能力 你如果只是反覆背誦 機械性記憶 它不會變成能力 你要讓它有經過 就是各位最熟知的 要有經過理解 然後有經過應用 然後它會去把眾多知識放在一起 加以分析 然後會去進行批判 進行綜合 進行創造 這樣才會有深度處理跟高層次思考 這樣它才有可能變成能力 但是這樣還不夠 那能力怎樣可以變素養 能力就是要加入動機 情感 態度 意識跟價值 這是就個體的部分 然後就環境而言 你還要考慮這個能力 在不同的情境 它會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應用方式 在不同的脈絡 它要有不同的考量 有不同的限制等等 所以再加上情境化跟脈絡化的思考 之後這個能力才能變素養 這個是能力變素養的過程 那麼我把它統合起來的話 就是108課綱的精神裡面 對素養的定義 我用一個公式去表達它 素養就是等於認知能力 承上情侶態度或價值 再承上技能或行動 再承上情境脈絡或環境 這個就是我對素養的定義 如果各位對它很詳細的過程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 我跟吳碧淳老師有寫過一篇文章 叫從能力本位到素養 導向教育的演技 有比較詳細的過程的分析 我今天暫時用這個思考脈絡去談 就是說 那怎麼樣培育素養 再連結到食慾教育 那就怎麼培育素養而言 108課刊其實也開出很多的主方 包括例如說基本裡面有智慌互動共同 這個在我們預料一個學校的副入委員的時候 或者私生關係的時候是非常重要 像課程結構它開出的主方 是要有跨領域要有主題教學 要有選修彈性等等 教學方法它要開出的是 要有學生中心的教學設計 教學過程它開出的至少有 包括探索體驗等等的強化 那學習成效其實要有多元名養等等 這是108課剛開出的主方 當然不只這個 這是一些重點而已 蠻多的 然後我就拿這個來看一下 就是說 那我們的實驗教育或實驗學校 他們在做的是 雖然大部分都會被迫講出說 你們既然進行實驗的話 那你們的特殊教育裡面跟108課剛有什麼不同 這是很多實驗學校都會被問這樣的問題 它從P計畫開始一直到P建也都會 那麼 所以他們會被迫要跟108課剛要有不同 要有不同的特性 但是再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 其實人性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教育的本質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學習的本質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所以你從共同處去看 你會看出就是說 這些特殊教育裡面背後有很多 跟我們的108課剛的精神或特性 有很多相同之處 像你比如說自發互動共好 這樣分為 我在很多的我們的實驗學校也都看得到 像我是隨意寫的 就是只是緣分而已 譬如說剛好我朋友去看比較多次等等 印象比較深深等等 像紫米斯克斯的學校 它在雲林 然後我因為那個 編鄉學童緣滿計畫的緣故 去看過他們比較多次 像他們其實就非常注重營造學生的 一種非常友善主動而相互感恩的 學校性的氛圍 像他們要提那個編鄉學童的緣夢計畫的時候 很多學校的計畫其實都是由老師去理學 然後再去鼓勵同學來參與那個計畫 或者去不許同學 但是像這個學校它不是 它只是小學生而已 它就直接跟小朋友去徵求案子 就是說我們有機會 他們想做這樣的事情來幫助小朋友編夢 你們誰有什麼樣的夢想可以提案 然後讓全校的小朋友自己組團隊自己提案 然後在提案之間要能夠說服老師 說服評審 但是他在校內先做一個選拔 所以他的那個編夢計畫就是非常的自發 他是小朋友自己淋血的 然後小朋友也一句因為這樣 而那個動機還蠻高的 這些動機還蠻高的 像我去看過他們的兩個計畫 一個是他們跑去海歸陸戰隊的計畫 他們跑去那個小琉球 去進行那個海洋教育 拯救綠溪龜 然後勸導遊民不要亂丟垃圾 然後清理海岸等等 做了很多這個 就跟海洋環保有關的那個過程 接近一個禮拜左右 他是小朋友自發想要做的 就純粹是因為他在電視上看到那個海龜 從他的鼻子裡面拉出 一根吸管這個鏡頭 就讓他覺得非常的痛切 然後這樣的小朋友 他們自己是組成團隊 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計畫是 他們就上台北到那個 台北車站附近去關懷遊民 等等的一個過程 說起來故事都是比較長 但我簡單講一下就是這樣 類似這樣 這種車比較重視是 自發互動剛好 夫弩武林去醞釀的 像馬林有陪伴他 大概有三四年至九的課程發展 就是因為他是 福治文教基金會 為基底的公辦名義的實驗學校 所以會有一些 因為他們是以生命教育 作為主要的著作 所以也是會很注重 注重那個所謂的自發互動 共好的氛圍 特別是校園裡面友善的氛圍 這個友善的氛圍 包括就是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間 老師跟老師之間 以及師生之間的那個互動跟共好 因為我也有參與 進他們的Line Search裡面的互動 有時候會滿受他們那種相互支持 相互啟發的那種友善氛圍 支持跟溫暖的氛圍所感動 還有滿多的 像人文也是一樣 注重經營人文的那種氛圍 國務馬那個原住民 那麼學校我覺得他們也是非常的用心 他是我看過的來 我看過也是有性的事 不過我看過的來 我覺得他是原住民學校做得最成功的一個 就原住民實驗學校而已 因為他的漢民老師 他有點不難感動我 他的漢民老師 因為我們以前都會評評說 原住民的那個老師都是漢民 你如何能夠表舉論 原住民的文化或語言 所以你去教原住民 其實還是漢人不會 可是國務馬的漢人老師 可以去把他們那個原住民的語言 學得非常通 然後文化理解的 比那個當地的原住民還多 然後語言講得比他們還好 所以他們有時候去做家庭訪問 或者去跟小朋友去跟他們家人 到社區語錄互動的時候 他們在原住民家庭 有時候還會想的 就覺得這老師居然 我的母語講得比我還好 那你就會知道 原住民老師其實真的很用心 去學人家的語言 然後把它變成自己的語言 這個就很不簡單 這個是跟社區互動共好 然後跨領域 主題教學跟選修彈性 這個也是很多學校都在做的很好 像諾瓦和平 種子和國家等等 也是蠻多都有在做跨領域或主題會選修 所以在我們印象當中 可能譬如說像諾瓦 它的主題課程做的就蠻好的 所以如果你們對他們有興趣 就再來加以認識 基本上因為我們觀察國內的主題課程 就是說大概有兩種形態 一種形態叫單元劇 一種形態叫連續主題 單元劇就是說 你有一個主題 很大一個主題 但是這個主題大概做個大部分就是三宇宙 然後再加一點點 也許七八週等等這樣 然後能夠做到一學期就已經很不錯了 那這種都比較是單元劇 那諾瓦他們比較能夠做到連續的 就是說他的主題延續一個學期 然後又可以延續到一個學年 然後他就再把學年從一年級 二年級、三年級 從低中高 整個主題全校 他就全校的主題課程化 所以他的主題跟主題之間 是一個連續劇的過程 不只是從這個主題到下一個主題 他還是從這個學期到下一個學期 還從這個學年到下一個學期 這樣有一個他的連續劇的過程 那這個是做得蠻順的 那我們很多其他的那些學校 也都有他們的一些主題教育 起碼就是說 十二年國教的課端精神是蠻相同的 那像探索體驗 那個 新竹光武國中還不是實驗學校 他算是體四年創新 那像學成中學、方和國中 也做了很多探索體驗的特程 我等一會兒有一個片詞 是 包括國中還會走很多 不過我們今天又跟實驗教育 那個相點 我可以 也那個放後國中有一個片詞 不錯 如果各位有興趣 等一會兒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有一段帶爬那個 那個是學山東工長 對那個探險隊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 他可以蠻充分顯示一個 那種探索教育的過程 從準備期開始 然後一直到上山的那個挑戰 一直到最後的那個反思等等 看看時間我們看 我們有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段影片的過程 然後像多元品良的也是 我在很多學校 包括譬如說看過大平 或者我們和平 慈興華德國等等 他們在做 對學生做的那個多元品良 其實蠻感人的 包括像去年 因為我去年有去 去年年底吧 有去迎接我們 像國家國小 國家實驗國小等等 還有一些其他學校 像我去那個月寧迎接等等 剛發現九州 他們在多元品良上面 有一點做得很感人 就是他對學生了解的很個別化 所以會提供很多職信的描述 然後 而且每個老師都這樣做 所以很多老師的那個反饋 集合在一起 對學生來講都有一本 叫做 就是評量的報告書 然後帶回去給家長 所以很多家長都會蠻感動的 那我是對這些老師也蠻感動的 因為他們做這些評量 讓他認識每個學生 拿不同的特性 然後寫出非常適合他的特性的反饋 那這個老師在評量的時候 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每次期末評量的時候 老師都非常的辛苦 但是這個辛苦 我是覺得蠻具有實驗教育的特質 那學生中心的話就是說 我們目前看起來 很多學 我們很多實驗學校 凡是認同並推動自主學習理念的學校 大部分都比較偏向學生中心 這個也是跟九零貫課程很相同的 我們現在自主學習 比較直接標榜自主學習的 像那個種子 烏來性學種子等等 其實就是主要就是以自主學習 最大的理念特色 他們就是蠻學生中心的 學校專職小學而已 也都有選修等等 我記得有一次很好玩 他們跟我講出 他們那個課程發展的課程 有個老師對真 真很有興趣 真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真是一個什麼樣的忍真 就是對真跟認識真很有興趣 所以他就開了一門課 因為他發現小朋友這樣 然後有些小朋友真的感興趣 就來選修了 選修完之後 上了一個學習之後 他們就學出興趣了 然後就居然去要求老師說 老師那你可不可以再開一次 那老師就想說 我這個人可以再開一次 重複講一次也沒什麼趣味 所以他就開始開了人二 人一開始有人二這樣子 所以他的課程就 醫學生的興趣就慢慢發展 各位可以想像這樣嗎 然後他可以有人三等等 所以如果小朋友對什麼感興趣 他就會去開出那個選修課 那這個是跟小朋友那個學習動機 是滿有呼應感的 因為那個親子天下調查 不是認為說我們這一代最大的 這一代的學習最大的潛在的隱憂 就是叫做活動力次代 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如果能解決 學生的學習動力的問題 我們教育問題幾乎就解決一半了 好 那我們看一點那個 那個學習的過程 譬如說以那個 略名國小為例 這個是他們那時候做傳傳教育 就探索教育的味道滿滿的 略名是公辦名 把俠銀子 就是探索 分化了 明星室 不足 有關係 要是 從來 走煙 可說 才是 譬如說 餅乾 雞肉 充滅我们并小危机 还好我跟来热忱的老师先校长 主义来使用小校先亲机 这里是宜兰的月明国嫂 那么在八年前呢 老师开始教学生驾驶翻船 甚至还出国比赛 林立非常好奇 带领学生学习不同课场 而且翻转小校命运的 到底这个灵魂人物是谁 我们带您到月明国嫂 一探究竟 一来月明国小的孩子 却愿又期待 他们背着背包不是要去远足 而是星期三下午的社团活动 他们要上一堂课分里 学不到的课 我们要去哪里 都真好 我一直害人吧 在OP完成 OP是英文 Optimist 乐观的缩写 OP乐观型翻船运动 适合16岁下青少年 在国外很受欢迎 一来日明国小 三年级开始的体育课 以及社团活动 学生通通都要开始时 如何开船 这连动推行八年多 请慢慢的改变了学生 和这所想象的命运 小学生扛着比身高高两倍的寒蝉 自己组装或是同学 互相帮忙 工作时的神情 有超龄的专注和专业 很难想象他们还只是个小学生 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希望在从让他们下学之前 先慢慢一步一步 去指导他们 引导他们 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学会了之后 在他们下学 让他们自己建立自信心 这特别的繁传体育课 是校长黄建荣八年来的坚持 八年多前校长返乡接任 月明国小时 学校只有67个学生 马上面临到可能病相的危机 我们这个学校的校长和会长 他已经告诉我说 他们去年就已经感受到说 学区内的孩子越来越少 他们都要挨家挨户去拜访 然后希望说 能够留在自己的学校来救 所以接下来这个学校之前 我们可以就是已经预测到说 未来我们的少子化问题是很严重的 那如果说这个学校没有转型 那没有发展一些特色的话 那可能他就面与财力校的压力 该怎么找特色呢 黄建荣是在地苏澳人 了解学校几名港口 地理之变适合发展水上课程 他想起了270青年 曾带儿子在桃安节活动当中 参加过亲子繁传体验 刺激又有趣 也许能将这个运动发展成特色课程 无动力船 靠着就是操作一个繁 然后让船可以前进这样子 所以我在想说 他应该是很好玩 有很多的技巧 而不是只是用手滑而已 我现在要你们一招跟着一招 挑顺势 学生得感受风向和水流 不断更换位置 调整舵和繁 风力微弱时得策压传身 把繁俊功才能加速前进 驾驶繁传 能训练孩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校长对这种有教育意义的课程 很有信心 但马上面临家长反对 大概一开始参加的学生也不多 因为可能家长都不放心 所以变成说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说服家长 他教学生正确站着就生衣 照他们学游泳 更办妻子体验课程 花了一年时间沟通 慢慢有越来越多人 愿意让孩子尝试 但还有一个问题 令黄建荣头大 凡带教练大多是终点兼差 他希望能由学校里头的 体育老师来授课 学生学习才不会中断 但凡帅运动很专业 并非一般体育老师所学 直到遇上谢明志 他利用假日学习锻炼 取得正照 协助校长推动课程 其实在学这个的话 我会跨来一些心理 去学这些方面的东西 然后拿着说是六日的时间 这个带给我的 就是看到小朋友成长 带给我的那样 我成就感觉其实 还蛮开心的 老师及校长的努力 让凡帅运动从社会活动 变成体育课的基本内容 三到六年级学生 至少要上买120节 每个人都得学会驾驶小铲 像是才训练一学期的少骑 现在从统得简单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 他学会惊吓心好好开铲 本来是比较好动 比较没有办法控制住 那今天我参加这个活动之后 他就本身也很热爱这个服务 但之后他的性格 有听妈妈讲说 已经变得非常的不错 就是在家里的 增加一些心职 互动是很好 有时候很烂的时候 我就会 那个看 那个手上下汽水 看那个速度快不快 然后再 然后再转个方向 开 可以学习谈刀合作 就是可以在同学自己的游戏 然后去比较比赛 一堂课 让孩子有了一梦想 中低年级的学生 像往农上学长节一样 技术纯熟后 毕业前开船出海 甚至足够资格参加比赛 高阶凡传课 学生练乱的水域 就在豆腐甲 或者是澳宅角海边 这里是蓝阳平原的东南方 也是黄建荣 从小成长的地方 同年里面 在海边有很多的活动 包括我们的同年里面 印象很深刻就是 每到冬季的时候 这边海边 其实海上真的大 因为大家都来 补卖颜养 这片大海 让黄建荣学到很多 所以深信 课程集合在地资源和环境 能加深孩子的学习 用赏成效更好 高阶反常课 选在这里上课 可以让学生 珍视海洋 海能断飞行之 面对大海 当他必须要独自去 处理他所碰到的状况的时候 他会学习怎么样去做应变 然后怎么样有那个胆识 然后有那个冒险犯案的精神 那甚至于 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很辛苦 要晒太阳 要接受寒风四谷的那种感觉 勇敢连接大海才能冷静解决危机 就像去年 在南方和外海举办的黑潮杯 他们就遇上了大麻烦 那我们比赛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这个风浪 比我们看到的这个气象预报还更高的这个风浪 那导致于我们 我们的进尾的就是裁判的船呢 他没有办法下马 那裁判船也被流走 然后选手呢都还没有就定位 就很多船都换掉 那时候因为风浪都很大 所以就赶快进行救援 师生平时训练有素 对大海不陌生 才能在翻船时保持冷静 船不离声 加速了救援进度 全体平安 所以校长更希望能善用海洋资源和环境 让学生学到更多 首先亲近海洋的第一步 就是每个孩子都可以体验的趴浪课 哇 精灵 哇 哈哈哈哈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趴浪 让每一个孩子 借着一张浪板 那就可以去跟海浪来互动 感受到那个海浪的那个气 那这个其实对于他学习船船 怎么样来过浪 然后怎么样让身体跟船跟浪 去做一个平衡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 大海就是他们的教室 能学的还很多 校长还会安排取生刷械 做生态调查 福建克则是更进一步 让孩子自己发现海洋之内 和长久以来潜在的严重问题 水底的事件 有没有给你想象的 有啊 有啊 然后下来我们还要看到一个垃圾 垃圾有多 还有一个 然后一个这样不再挺多 一个港口 一片海洋 让越力有效开发出各式课程 帆船运动常用的英文真有名词 能集合学科增加学习兴趣 小张老金动得快 海边还有一种在地素材 能发展成历史或艺术课程 这个就是页园 那也是我们当地呢传统建筑的食材 那我们就简称为石板 让小朋友剪那个小片 然后搭一个模型的石板 模型的小的石板 那让他们体验鲜明在盖房子的新闻 谁用在地资源创意腐蚀即逝 苏绕很 其实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海港 那里面有军港 上港跟渔港 那如果说孩子能够 因为透过生活的地方 有这样的棒的资源 然后对自己的家乡的环境 对海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 那我们觉得这个是会成为 是它未来生活生存 或者是发展的一个优势 基点改制公办民营 学生人数增加到119位 其中有104位都是学区外的孩子 原本差点被合并的小学校 像是勇敢出海的翻船 乘风破浪 靠着用心的创意 把围基变成转机 实验性的特色热虫 变成了偏箱的小校的新招牌 过去大家在课堂里头 觉得硬邦邦的数学英文科学 在偏箱结合了自然环境 包括咖啡豆跟竹子之后 也让包括了这些学科 其中学生变得更活更有趣 心里面有兴趣的一段时间 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学校的案例 但我們沒有時間,慢慢看 你們有興趣,我去直接查我的超級麻吉 那個當關鍵詞就可以查得到 它總共是盛行 它是教育部委託製作的 所以品質有經過一定的管制 因為我是審查我的管制 回到電影這個案例 其實那個剛剛的小朋友不是有說 他們也有看到樂視啊什麼的 所以他們後來還發展出 就是淨灘等等各種的課程和過程 你們有些故事可能都會給我聽到 一些我覺得很有情意教育的那種過程 例如說,你們最著名的一個是 他們不是在淨灘的時候找到一個手機嗎 然後後來經過那個手機 就是發現它居然還能夠打得開 然後經過它裡面的資料的辨認跟追蹤 後來發現是日本的一個女孩子 就是弄丟的嘛 然後他們還聯繫了那個女孩子 這樣子 然後所以這個世界有上星爐嘛 然後後來他們那個小朋友 要畢業的時候 在畢業典禮的時候 那個日本女孩子就變成神秘嘉賓出現了嘛 等等這種過程其實我覺得 還滿有情意教育的作用在裡面 所以其實那個帆船教育 帆船只是一個槓桿而已 然後他拿這個當槓桿 他真正要做的其實是海洋 是生態 然後是對生命的關懷 他是這樣一圈一圈去放大 然後包括對別人、對他人 跟一種全球關聯的一種概念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 一個不錯的案例是第一 然後我們再給一個 就看一段 我們看一段 剛剛有海 看一段有山的 然後是國中的 剛剛是國小 我們看一段是國中的 我們看一段是國中的 我會稍微把它一點點掉 掉一下 因為它滿長的 十五分鐘左右 我們看一段是大市場 一個小型的 才是國中的 才是國中的 因為自己學習跟同學老師學習 就跟同學爬賽一定是對我們各方面的融合 就是可以讓學人比較親自我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在那裡 所以這次呢 雖然我跟你們說 我希望上來都會在舞台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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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